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9月27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呢,最近美国正在发生了有一件事情吧 最近因为有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去世了,所以呢川普现在要任命一位法官 就这件事情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轩然的大波,这个波呢大到什么程度 这个民主党呢看来现在有点阻挡不住,川普在他的任期之内要任命这位法官 那民主党呢既然是阻挡不住,那就是会比较疯狂 现在提出来了一个,提出来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想撤销他们美国的 撤销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的终身制以及总统任命法官的一些制度 那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美国呀,西方国家呀,以及那些汉奸们呢 他们就是攻击中国的,就拿什么说事呢,就是拿专制还是民主来说事 但是实际上啊,中国其实是民主,是专制嘛 我说过无数次了哈,中国实际上不是专制,美国才叫专制呢 美国不仅专制,而且荒唐 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说美国不仅专制,而且荒唐 我在这个视频里好多次就讲过,美国这个专制,专制到什么程度 是因为呢,他这个总统啊,一旦上台以后 我们不管他这个总统是怎么出来的,对不对 老百姓都以为是他们选票选出来的,no,不是的 老百姓手里捏着一张选票,这肯定是,这事实 但是呢,你这张选票,其实并不,呃,并不产生什么difference 并不让事情有什么不同 美国的这个总统一旦选定以后,他上台以后呢 就他说了算哦,就他说了算 他任命谁都是由他说了算的 最明显的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呢 他就任人为亲 他用的是他自己家里面人,对吧 现在每一天在发言的,在出生的是谁呀 他的女儿,他的女婿,他的大儿子,他的二儿子 对不对,就连他的那个二女儿也出来发言 他老婆,对不对 你就感觉好像美国就是一个家天下 而且他作为一个总统来说呢 他这些个部长啊,这些行政长官啊 部长啊什么的,想用谁就用谁 想免谁就免谁 你说这是不是专制 对没错 他们是一个所谓的法治社会 总统你也不能说那个 你总统做的决定我也可以到法庭上去告你 但是告到最后呢 告到最后由谁来决定 要由最高法院的那九个法官来决定 前面我说了,他就是总统上任以后就他说了算 这叫专制 后面我说呢,什么叫荒唐 荒唐就是这个所谓的法治 什么事都是由这九个法官来说了算的 九个法官来说了算的 这九个法官,我们中国人啊经常会说 哎呀,你那个,你这个问题你都看不到 这个你是多,你该有多么的愚蠢 哎呀,这个案件人家最高法院已经判了 然后你现在还唱反调,你有多么的愚蠢 这是一种说,好像这些事情呢 就只有一个看法是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 在美国是什么情况 美国最高法院判说明什么 美国 应该说,我不知道他历史上有没有 这九个法官百分之百 一个声音的 有没有 这个呢,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也许有吧,看什么事了 如果是对中国的,对不对 一致对外的这种事 他会判一个 有可能会判一个百分之百的 这九个法官意见完全一致 但是多数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 我最近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 因为微信的这件事情呢 经常说到另外的一个案件 就是呢,也是在川普上台以后呢 川普要禁止穆斯林的国家 那些穆斯林入境的这件事情 那在一直到最高法院 九个法官 五比四 做出来了最终的判决 五比四 所以说呢,你说 中国人有时候一个定式的思维 人家美国最高法院都判了 我告诉你 那九个全美国 对吧 全美国甚至全世界 最有权力的这九个人 他们的看法都不一样 而且他们的看法是相反的 只是因为那边多了一个人 这边少了一个人 这些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你知道吗 你说荒唐不荒唐 荒唐还不荒唐在这呢 这九个法官一旦任命以后呢 他是终身的 他是一个永远的 我们都知道你在美国你当一个总统 然后你也得进行很多轮的这个辩论 对不对 你得开这种竞选大会 来向你的民众来讲解 你是 你有如何的治国大略 对不对 你的这个国内的行政啊 经济啊 金融啊 对外的什么外交啊 军事啊 国际关系啊 所有的这些 你都得说说你的掏掠是什么 你得让你的民众 让你的选民服了你了 然后呢 才会选你 对不对 这怎么着 你还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是一个能够来 这个帮我们把管理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人才 好 一个一个总统 然后呢 你都是这样选来选去 而且呢 说他一届任期只有四年 完了以后呢 再任一期 也是四年 最多就两届 不能有第三届 对不对 这么一个能人 你都是这样 但是那些决定所有的事情的那些法官呢 他可是决定所有的事情啊 在美国任何一个事情 如果是你不服的话 都可以上诉到法院 然后法院呢 你可以一路上诉 上诉到最高法院 就由那九个人来决定 这九个人 他们是什么人 老百姓是一概不知的 老百姓一概不知 现在川普就要任命这么一个 决定美国命运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一旦任命了以后 终身有效 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人 他知道不知道经济 他知道不知道金融 他知道不知道外交 知道不知道军事 他知道不知道国际关系 他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命运 这些一概不知 一概不知 就由这个总统就给任命 一旦任命改变不了 终身的 你说荒唐不荒唐 我认为是非常荒唐的 非常非常的荒唐的 那现在呢 美国就想取消这个制度 现在呢 为什么 现在这个民主党这边呢 就想把这个制度给取消了 当然了 民主党取消并不是因为 我刚才所说的 说这种法官终身制呢 是非常荒唐的 不是因为这个 而是因为两党的斗争 是因为现在民主党呢 斗不过这个共和党了 因为共和党眼瞅着呢 现在川普在任短短的 这个四年不到的时间里面 他现在已经要任命第三位法官了 你想想他一共那里面就有几个人 川普就任命了三个 川普就任命三个 而且川普现在说了 他要很快 要拿出来这个人选 这个人选定了以后呢 要在11月3号之前呢 这个一定要定下来 这位法官是谁 你想想看 就是这个选举 川普呢 被反复问到说 如果说你败选以后 你能不能和平的交接 川普到现在说他不承诺 他不承诺 而且他是说他一定不能 可以说他承诺了不能 而不是承诺和平交接 现在民主党又说了 民主党说民主党要是败了的话呢 民主党也不干 一定要上街的 所以呢 这件事情到最后呢 好了呢 是到法院去说的说的 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现在川普呢 就想在最高法院里面 放再多放一个他的人 那到时候你想想看 他自己都放了三个了 这里面 对不对 再有两个是赞同他的 他就准赢了 这是一个选举大战的一个延伸啊 然后民主党现在也表示了 他们不服 他们也不 他们也不敢要上街的 美国这个大选呢 一定是会打乱 一定会打乱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民主党说 现在就提出来说要改 要修改 这个法官 废除法官的终身制 改成了法官18年的任期 而且总统任命法官 你在一届的任内 你任命的法官不能超过两个 你只能是顶多任命两个 不能任命三个 还有一系列的一些细节 现在他法案已经都出来了 他们民主党提出这个也并不是为了什么公平啊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啊 都不是 都不是 你说他们 这种民主制作 真的 他的问题 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很多 他们不仅专制 他们而且荒唐 这是我今天这个视频的观点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